香港警察陈凯港因向武汉医护人员捐送口罩 而受到部分香港网民质疑和抨击 近日 陈凯港接受中心社记者独家专访 首度对此事进行回应 以为我 第一 以为我去拿我公家的 这是警察部里面的口罩 因为香港也很紧张就拿来捐给别人 那我就马上告诉他们不是 陈凯港表示 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受到关注 他看到相关报道一直惦记自己该如何尽力 而捐送医疗物资的想法 始于一月底他的一个生日愿望 我们要跟武汉的医护所有的抗日的人人说 你们要加油 因为我们是同心同德 我们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是不离不弃 我一月份的公司船都捐出来 没有很多 但是买点东西 让大家一起身体健康 陈凯港告诉记者 许下愿望的第二天 他的朋友就奔赴韩国四处采购 所采购的物资并没有占用香港本地的公共物质资源 在韩国他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工厂去找人家 虽然这个药房或者是商店都已经卖光了 但是你去到工厂人家都觉得你很有诚意 那些货盘什么样品都给他 一点价钱都没有加上去 就是用这个 然后他就拿了这个现金钱一个一个买回来 随后陈凯港向记者出示了采购口罩的视频和相关单据 他无奈地表示 他所捐献的口罩都是朋友这样人肉背回来的 即使采购这样艰难 他自己和家人一个也没有留下 这个口罩只是我自己家里的小孩 我自己家里的老人 我自己本人 我都没有拿过一个 然后我就传说捐给武汉的同胞 这个过程我没有想过 会要做什么宣传 要做什么报告 有宣传没有 只是个人 只是觉得应该需要做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香港警察 为什么香港警察特别有这份的担心呢 或者是感恩呢 因为过去六七个月 谁在我们的后面 一直在支持我们 在陈凯港看来 过去六七个月 香港警察得到内地同胞的大力支持 让他非常感恩 然而仅仅为内地同胞做了这么一点事 却被少数人拿来做话题 他感到有些难过 不同立场的人 就拿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个人的宣线来做话题 然后呢 就做成我都感觉 真的有点夸张 有点过分 因为有人去拿这个东西呢 来做一些坏的 坏的假的声纹这样子 令到我自己 我家人都感觉很担心 但是确实呢 又感觉到 就是传国人民这种团结的力量 他们 这两天我看见传国的媒体啊 或者是我也收到 好多好多同胞 发私信过来跟我说 支持你这样说 你是我们的英雄 陈凯港表示 之后如果有需要 他仍旧希望把医疗物资 送到一些资源紧缺的地方 通过分享 让更多人获得温暖 最高级的爱 就是这个 unconditional love 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就是你自己身上都没有了 然后你都想办法 去拿出来去帮忙别人 然后这是一个 我觉得 作为一个警察也好 作为一个成年人也好 就是我们要 叫我们下一代的一个信誓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对护眼前的外国新闻网客户端 将在中国新闻网客配张 找个人 感谢观看